- 這是一個很標準的商品喔 賣公仔、賣周邊什麼賣惡魔 貓傳車就好看了 - 你每次都喜歡... 你今晚的惡魔... 哈囉各位我們是... CC說說的 今天來剖析黑袍糾察隊 因為他第二季要上了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請大家 拜託幫我們訂閱一下頻道 然後開啟小鈴鐺 黑袍糾察隊這部劇集 他也是按照好萊塢的一個 劇本公司架構去寫的 那其實今天就來跟大家簡單介紹 這本書叫做 《先讓英雄救貓咪》 它其實有兩集 那這個作者是叫Black Snyder 他其實是好萊塢世家的編劇世家 然後他寫的這個書已經改變了 整個產業界的一個... 有點像權威啦 那他就整理出了 好萊塢所有的劇集... 商業片的劇集架構 然後首先電影它是商品 商業片它一定是商品 所以它的藝術其實是附加價值 大家要投資這部電影 因為好萊塢的電影 投資下去動輒就是幾百幾千萬 所以它不太可能讓你想幹嘛就幹嘛 對,所以就算是大導演 他有的時候都還是必須聽從電影公司的高層的話 對,所以你才會看到什麼Marvel啊 什麼一些導演什麼初種啊 什麼製作理念不符 這都還是要回歸電影自己的商品這件事情 那這個東西就有點像是... 因為如果要賣可口可樂 我一定會有製作可口可樂的一個配方在 對,那我要按照這個配方去做 才能大量生產可口可樂 這個就電影架構一樣 我要有這個配方在我才能大量生產 觀眾喜歡的電影故事 好,那今天我們就來剖析這個黑袍糾塔 就是它的架構 那它的架構跟類型到底是什麼 給你們猜一下 它是超級英雄片 還是小人物遇到大麻煩 還是兩個都是或者兩個都不是 超級英雄就有點像是 我們看到的Marvel那種英雄片 那小人物遇到大麻煩就是顧名思 他就是一個... 小人物遇到大麻煩 可能一個公友 然後他開始遇到各種大事情 或是他兩個都是 我覺得呢 都有喔 對,可是其實正確的答案是 它其實是小人物遇到大麻煩的一部具體 很多觀眾會覺得說 這部片是在講超級英雄的醜陋的那一面 如果超級英雄是一個糟糕的人會怎麼樣 可是它其實是一個 小人物遇到大麻煩的一個故事架構 因為沒辦法 它的人生就是拿超級英雄的東西 對,其實超級英雄這件事 只是一個它的高概念 讓大家覺得這個東西很新奇 哇居然會超級英雄是這麼醜陋的一個概念 Black Snyder它有整理出 它這樣的架構會有什麼樣的特色 它有三個最大的特色就是 首先第一個是會有無辜被捲入事件的主角 第二個就是突如其來的麻煩 第三個就是生死存亡的考驗 這三個聽起來很多電影都一樣 對啊,因為它的架構就是很多電影都要按照這個架構去寫啊 對,所以好,我們首先要統西第一點 它的無辜被捲入的主角 因為想到第一集 它的女朋友Robin走在路上來跟他輕輕握握 然後突然被A-Trend 就是那個火車的黑人 砰一下撞死 這個無辜的男主角就整個認在那邊 再來他遇到什麼麻煩? 突如其來的麻煩 WAT這間公司,氣人中的大公司 他們想要封口掩蓋住這件事情 給你錢,不可以講出去 讓我救 怎樣怎樣怎樣 對,這個麻煩 主角又是那種比較鬧的人 再來生死存亡的考驗 那最後主角不願意妥協 怎麼辦呢? 那個隱形人就跟蹤他 跟蹤他 到最後是不是就試圖要殺掉他 那他們沒有辦法 只好跟Butcher 就是後來幫助主角那位大叔 跟他一起殺掉隱形人 也就是說他們遇到的考驗是越來越大 對 好,那這類型的電影或是作品 他的麻煩究竟要規模要多大? 那這類型的麻煩 一定是出其不意的大聲 砰!突然就麻煩跑出來了 劇情在進入觸發事件以前 他的關鍵佈局就會顯得更重要 因為再來這個關鍵的佈局 會影響到整個後面故事的架構 那主角一定是會積極的採取行動 如果是消極性不採取行動的主角 通常你對這個主角的印象就不會是這麼的深 比如說很積極的主角 最經典的意思就是不可能的任務 阿湯哥一直在忙著 對,你就會覺得這個人停不下來 沒有辦法休息這樣 那消極性的主角 你可能就會對他幹了什麼不太有那麼有印象 他就不太會歸類在英雄雷電影 對,有點像是他們編劇的大忌 對,你不可能就是一個動作片 然後主角都在雙邊 就在吃便當 然後旁邊在那邊 然後他還在騎 那感覺比較像是車子爆炸後 然後緩緩走出來 畫面的樣子 那個通常可能會在喜劇會多一點 感覺像周星植會拍這種電影 所以如果你對這類型有興趣創作的朋友 你可以嘗試看看 把你的主角變得更加積極一點 對,那這個麻煩 他遇到麻煩要多大 其實有一個很方便的方法 你可以把麻煩告訴你的親朋好友 如果你的親朋好友的反應是說 喔... 怎麼這麼嚴重? 挖賽 那就代表麻煩夠大 一定可以影響觀眾 那如果今天麻煩你講完他會覺得... 喔真的假的 喔好啦好啦 你好無聊 有什麼好在那邊吵 那請你不要用這一個東西 對,不要把它寫進去 好再來講到戀情與盟友 這是這種類型一定會發生的東西 而且這類型的主角 通常都應該是會男性為主 80%都是男性 因為我現在想不到有什麼是女性 然後也許可以把女性寫進去 你會可以成為下一個理程之類的 通常這類的男性主角都會跟配角 或者是盟友產生戀情 高起來... 那常見的劇情轉折呢 比如說主角一定是透過盟友得到的幫助 讓他們在暴風雨前的寧靜的時候 能夠有一個心靈的寄託 然後這一段心靈的寄託 我們通常稱之為玩樂時光 這個玩樂時光相對重要是因為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玩樂時光 更加了解這個角色的個性 還有這個角色的背景 很像Captain Marlowe 對,讓你喜歡上他 我們一定要讓觀眾喜歡上這個角色 最後在發便當的時候 你才會開始難過 沒錯,就先鋪陳一下啦 讓人家更融入 情緒加疊 對,如果今天這個角色你根本就不喜歡 那你今天便當發的在兇觀眾都不 會更high 他就跟旁邊的綠人一樣 欸他死了 沒這麼感想 對,但他如果是你覺得他好喜歡好喜歡 然後他死了 然後你就像艾斯一樣 艾斯死掉 哭死 就是這種感覺 所以其實這種玩樂時光的鋪陳 你會覺得這種日常像好像浪費時間 可是他很重要 好,那今天現在講到結局 這樣的結局 通常這類型的影集或是電影 他們的結局一定是 好 Happy Ending 不一定喔 真的假的 不然就好像我知道了 還會有續劇 留一個伏筆 然後壞人還沒死 走出來 好,這個講到架構 我們等一下會跟你講一個架構 他是一直無限輪迴的 這類型的結局一定是主角一定要是精神力 他的意志力戰勝一切 他一定是要靠自己跨出那一步 因為只有這樣做 他的角色的弧線才是正向成長的 他才是一個從懦弱的人 變成一個很堅強的人 他一定要符合這個規範 好,而且這類型的劇 他的配角人數只要夠多的話 那這些配角他的角色又不是百分之百的好人 他可能有一些缺點在 他不是這麼好 他的便當一定是毫不手軟的發下去 給你吃飽 吃滿 對,就是很多劇大家在注意 各位觀眾你們在看劇 都會注意到有些領便當的角色 他絕對不會是這麼好的好人 然後如果是歐美的劇 或者歐美的電影 比如亞洲人 他一定會死掉 過黑人 他一定會死 百分之百 就算在台灣多有名 他到那邊一定會死掉 還有恐怖片 如果是黑人先進去 他一定是第二次 這個真的就是有符合那個規範 我們如果在這本書的第一章 他是講屋裡有怪物 他就有講到這件事情 領便當的人一定是怎樣怎樣怎樣的 一定是亞洲人 對,那回到正題 其實所以你們在看這部劇集黑袍的時候 你們就會發現 Butcher其實我覺得 我個人認為他在最後大結局的時候 是有滿高機率的機會 會吃人寶 對,會吃便當的 好,那主角如果沒有活下來 通常他一定是傳達了某些意念 或是傳達了某些訊息 讓觀眾有這個信念 然後這件事情就變得非常的偉大 磅礡成為一個傳奇的白鬍子 我是傳奇的那個電影 對,他最後就是犧牲自己 完成大火 然後觀眾看完就... 好多... 對,然後就會感覺很難過 好,再來我們講架構表 首先這個架構表 Black Spider他把這個架構分成了15個 好,第一個會是開始用開場畫面 通常這個開場畫面會來介紹 這個故事的世界觀 還有背景設定 再來主題陳述 本作的主題是介紹什麼 我們的議題道德規範是定在哪裡 比如說黑袍就是定在 超型雄都有自己骯髒的那一面 對,那他的背景設定 開場畫面就是這個主題叫世界觀 這個世界觀就是一個充滿超金雄的世界 就像DC Marvel這樣子 再來布局就會開始講到 像他的布局其實就是在一開始火車頭 撞到了Grabbing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布局了 他吃了禁藥 他吃了化合武 對,他會變得很異常的... 對對對,這個時候就開始布局囉 再來觸發事件就是壯死女友的後續 壯死女友的觸發事件影響到了整串故事 後面發生了所有事情 再來第五項是天人交戰 Hugh他在公司他們想要收買他 請他簽約閉嘴 這件事情讓他內心天人交戰 我到底該不該簽? 可是他又非常的愛女友 他家又急需這筆簽 那這個天人交戰讓他非常的掙扎 他遇到了Chirk 那他們才開始制定計畫 你不能當一個小鬧種 你要報仇 你要對這些公司小蝦米對抗大金魚 他走向高朝之前一定會遇到玩樂時光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要讓你喜歡上這個角色 所以他在這個玩樂時光的時候 他遇到了星光 他女朋友已經不重要了 他前面有不重要 對,因為星光比前面還正 對,因為忘記他前面 他為什麼要來報仇都忘了 對,好 那我們剛好在這個玩樂時光 介紹到了星光 編劇就會開始在第八項 復現的時候開始介紹 七人眾的生活 包括星光他個人的生活 他們這些人是整樣的一個假設 他們就開始介紹這個 到了中間點會產生勝利的假象 這個勝利的假象 會讓主角群以為我們已經獲勝了 或者是說我們的任務 到了一個階段性的據點 然後其實還沒結束 其實還沒結束 你們只是被騙而已 再來就是反派的密集 所以他們在火車頭女朋友 這個事件告一段落之後 似乎掌握了一個致命性 可以推翻這些公式打證據 沒想到是一場空 那戶國超人 他們就開始要反撲 開始找尋這些人 那你不聽老百姓要對抗一個超人 怎麼可能 所以接下來就會到來一個一拜土地 主角群會走投無路 他們不知道該怎麼辦 不知道該怎麼辦 他們還是必須要反擊 所以會有來到了一個階段 叫做黎明前的黑暗 主線跟副線的劇情 通常都會在這個點進行交繪 交織成一條線路 所以也就是說七人眾的故事 跟主角群的故事 他們會開始有一個要大戰前的 那種在一起的感覺 到了第三幕的時候 Futcher他就制定了他的計劃 他要綁架女老闆 他的小孩來打倒戶國超人 因為他覺得戶國超人很愛女老闆 那接下來到了大結局 我們還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但是我們可以可預測的是 第二季一定不會有大結局 因為很顯然的 亞馬遜還希望繼續拍下去 但是我們可以知道 這個東西他們系列想繼續發展下去 因此他們必須要發新的角色出現 因爲在第一季已經發了不少便當下去了 第二季是他一個人 但是如果今天這部片會是一部電影的話 他的架構就會把大結局跟結尾畫面寫下去了 這個大結局通常就是主角群 一定是跨過了自己的一個人生的門檻 或是挑戰自己成功 他意志力戰勝了一切 最後才會到達一個歡樂大結局 或是主角如果能死掉 就是傳達了一個傳奇的象徵 那如果他今天沒有要結局 他就會回到了我們剛剛講的第三點 布局 再重新布局一次 介紹新的角色 那我們在第二季的預告 可以看到有一個新的角色 他叫做暴風臉 第二季的劇情也一定是從第三點開始 他一直發生一直接到第三面 那如果他們要再開第三季 再重來一次 然後再重來一次 因為他列了15.7就是起承轉合 對,但是他這個起承轉合要更加詳細跟劇則 那當編劇比較... 所以有可能兩點 然後轉三點這樣 對,就是有一點像這種我們配方的概念 然後你要按照這個配方去加加加加 所以如果跟這種配方 那到底會是一套的 就是你明明知道這個東西可以賺錢 你照這樣的方式就可以賺錢 那你跟他去賞篇 因為他們不是藝術家 他們對於他們來說是商品 對啊,賞篇就是這樣 好像賞篇就是這樣 賞篇就是一個很標準的商品 賣公仔、賣周邊什麼 賣惡魔貓男 純粹就好看 你每次都喜歡我 好啦各位觀眾你們想看 還有什麼類型電影是跟這個符合的呢? 那在下面留言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 晚安 晚安